我再抢回来 给到阿联 漂亮 方局被推了一个犯规 二加一打成 比赛开始 首先获得球权的是广东队 一号位 让这个格莱尼去二号位 篮下 阿联扣篮特首 广东 这是一个多大手机会 三打一 漂亮 阿联在被干扰的情况之下 仍然把球扣进篮筐 有的位置 看着挺漂亮 但是太冒失了 自己钻回来 给到阿联 漂亮 方局被推了一个犯规 二加一打成 这些方式 但是他们的转换效果是太好了 这也体现了一个球队的 技战术的积累和底蕴 二的分都是 一半以上的分都不然 得了 得了十 十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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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队二十一分他得十一分 还是牛角直接下车 这一侧这个角度拿得正好啊 直接到手尖上蹦起来就能扣篮 所以那几段是又换一连防 阿联又把分差拉开到了十分 24秒机会的时候选择都是抢攻啊 对啊 洪荣七也是往前一个长传 当然这是一个快攻的好机会 到篮下了没角度了 嗯 嗯 球还点进去了 点进了 嘿 嗯 是 轻轻一点 对阿联自己也乐 有点一 看看中场以后那四川队怎么调整 呦 延误一下 没有延误成 他连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是 不犯了啊 延误一下这个球没有干扰下来 底线这个补房子呢 也没有 可能在屏幕上面 咱们有咱们角度 在现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诶 小球阿联 现在就是四川队就是这个问题 进攻过于集中于这两个人 那么一个人这两个人的体能 到了第三节 它已经下降 喜德县那边有姚基金资助的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 那么过去看一看 现在孩子们状况怎么样 所以是转换打成 因为我们知道姚基金坐 然后对手没有依靠 没靠住 哦呦 周鹏要是一个隔扣 阿联又拿下来 隔着这么拧就要扣啊 嗯 还是掉进篮荒 对 31分的领先优势 这状况也好 这隔着这么拧就要扣 这球要扣进了就漂亮了 呃 这个暂停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 没有了 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最后的比分是138比11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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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